一起來去CFJSAMI 2023跟CFKSAMI 2023的議題 我們現在要丟大家一起去Cofford JapanSAMI 2023跟Cofford KoreaSAMI 2023 Cofford JapanSAMI 2023 Cofford Japan是日本的公民科技社群 它基本上就是像台灣的居民地一樣 我們跟Cofford Japan還有在韓國的社群產業者 其實也都有非常密切的交流 像是今年6月舉辦的麵海松 事實上就是三地的客人一起合辦的 然後他們今年也在麵海松上有宣布說 他們將在今年的10月5號禮拜六的時候 舉辦他們的Cofford JapanSAMI 2023 那我今天也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下他們的資訊 像他們的這一次SAMI 2023舉辦地點會在Bescue 這個地方它其實是在東京 有現代田區有樂廷的這個地方 可能大家比較沒有概念 但你可以想像是上面就是黃菊 就是它在黃菊的附近就是辦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這件其實就叫做蠻方便的 所以就歡迎大家可以一起來玩 然後就是可以順便排一個可能 remote work 或者就是 walk around traveling 這樣子的一個行程 然後它的整個議程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就是它有一個team 它的活動大概是半天的時間 然後是從一點到大概六點左右的時間 的這樣子的一個時間安排 然後它有時候有四 其實是正確的都是四軌 不過這個四軌的話是包含它有一軌是完整的一個free space 就是讓大家可以有一個let's on come 或是有一個討論休息的一個地方 那其他的三軌的話分成了就是兩軌的session 還有一軌的workshop 就是工作方的部分 所以它呢就是這樣子的三軌的議程的安排 所以 不過它目前的議程的細節還沒有公佈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 好 然後三軌的議程大概會發生在這樣的一個場地 就是那個q-hole-1-2 然後它這邊就是給session-8-D這樣子 然後q-citchen的話 這樣一個citchen的地方就會給free space 然後最後這個q-studio 這個地方它就會給workshop 好 然後它的kino speaker kino speaker是這個 食生大會 然後這個食生大會 它呢就是從10歲的時候開始coding 然後呢12歲的時候開始做一些相關的服務 然後同時呢 它也開始開發了一些蠻有趣的一個專案 譬如說像這個 就是它把那個EVA 那個新世紀福音戰士的那個EVA的那個風格 拿來作為是日本的就是防災的軟體的顯示 然後讓大家願意的去使用這樣子的一個風格 那其實它會想要開發這個的原因是因為 食生大會它本身就是日本的東北地方的人 然後其實東北地方在因為311震災的時候其實受創蠻嚴重的 然後它呢其實也那時候就覺得說它其實沒有辦法用科技的工具 即使性的把快套這兩個字傳遞給很多它重要的人 然後它覺得這些事情是一件讓它覺得很傷心的事情 所以它就用這樣子的一個動機去開發了這樣子的一個防災的一個系統 還有其他的一些相關的諮詢系統 所以它這一個Keyno Speaker就會是這一次Code for Japan Summit 2023的Keyno Speaker 然後跟大家補充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如果呢你去搜尋 因為我們在那個社群頻道裡面通常講Code for Japan的時候 我們會講簡稱叫做CFJ嘛 對但是如果你在那個網站上用Google搜尋 CFJ撒尼2023的話你會找到這個Crazy for Jesus 就是它那個名字叫做Crazy for Jesus 它這個官方的簡稱就是就是CFJ 然後好像每不知道每幾年會舉辦 每一年都會舉辦一次吧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搜尋 Crazy for Jesus 撒尼2023 大家記住啊就是不要用CFJ來 用打拳林Code for Japan會比較好 就可以找到正確的結果這樣 對然後再來就是 SAMID的話它有訂購的連結跟官網 那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相關的QR Code 那不過除了CFJ之外呢 其實還有CFK的部分 那CFK的話就讓你只好來介紹 剛剛Peter有講就是六月的時候 我們去紀州島 韓國會就有辦了一場面海鬆 然後這是主辦人們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是GDP的人 然後有一些這個 有些是剛剛Peter講的 Call for Japan的人 然後有一些就是Call for Korea的人 那Call for Japan 和Call for Korea 都是公民科技的組織 那不過他們都是組織 不像GDP是一個普遍界的社群 然後Call for Korea的話 在韓國的生態和日本生態和台灣生態 都有所不同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其他國家 怎麼搞公民科技 怎麼搞公民科技有興趣的話 就是很會見剛剛Peter講的Call for Japan的Summit 在十一月 然後跟這個Call for Korea的Summit 是在十月二十七號 在首爾 然後是一個禮拜五 那這個我覺得應該就是 我們就是負責把這個資料 資訊告訴給大家 但是我們並不會幫大家訂 訂機票 所以就大家請自由 去中心旅行團 自由前往這個 限定 限定 所以到Summit 現場就好 然後你怎麼去 你覺得沒有人要管你 OK 那我是覺得因為 純面海中這個 港台日韓的這個 公民黑客的這個區域聯盟 已經run好幾年了嘛 那如果大家對於 就是對日本和韓國 還有可能香港有一些 可能目前呢 是地下化的一個運作的話 有興趣的話 在Ginney Slack上 有一個Facing the Ocean這個頻道 然後大家可以加進去 然後就可以 低手的跟日本韓國的人聊天 然後可以問他們什麼 要幹嘛等等 比如說 或是Summit 東京有什麼好玩好吃的 那總之 就是很推薦 玩樂的應該都會去嘛 那還有好幾個Ginney的朋友 都會去 所以就很推薦大家 十月的時候到首爾 然後十月的時候到東京 OK 那 就這樣 我們應該也只做這兩頁 好OK 就這樣啦 沒事 就這樣 感謝大家